欢迎继续回到新台湾星光大道 我们刚刚在看 现在包括苏贞昌蔡英文 他们事实上对于催票是不遗余力 而且包括发动简讯攻势 并且是希望大家打电话 你只要是打电话的方式 去努力的拉一票算一票 甚至还说一个人可以去打十通电话 那么也看到苏贞昌也非常努力 在网路上面还有放广告 那么就是从这个广告当中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你该怎么样去发简讯来催票 那么大家一起来帮忙 但是我们刚刚其实讨论的就是 蓝军现在也不示弱 那光晴我们其实另外还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台中市长胡志强 那么他其实是请的名人 包括很多影视名人 来帮忙用电话的方式来催票 那其实事实上这个也是 借由他的过去的一些非常强的人脉的资源 刚刚谈到就是说 为什么蓝英一直要推这个投票率 是因为过去一直有一个效应 就是说过去是含泪投票 对 后来含泪不投票 那有人担心现在是不含泪也不投票 就是投票意愿的问题 我觉得在蓝英军里面特别的明显 那所以大家各用起法 就是说想尽各种办法 你刚讲胡志强我认为说 他只是在媒体效应上面 他展现一个媒体效应 否则的话王金平call out演艺人员call out 你不可能说真正就是像call out 到辅嘛每一个这样一网打尽 那郝龙斌这个部分 他也是要献一下身 实际上就像蔡政委员讲的 就有义工会帮他拨电话 就是每个候选包括市议员一直传简讯 我们这几天那个手机都快烦死了 他一定会传到告急 每个人都在告急 而且有担心会高票落选 那我觉得在这其中 我觉得民进党 他的这个手法 我觉得真的是比较新一点 像刚刚玉琳讲到说 他们用那个10的N次方 而且我注意看 这次的竞权广告真的是太多了 包括电视平面 可是他10的N次方这个广告 他一直重复 他半版一直重复一直重复 那10的N次方是什么 就是说你如果过生日 你家有婚伤喜庆的话 你反正你要发帖 你反正要联络亲友 那你或者是你用网路 你可以就是说你再发给 譬如说我发给周玉琴之余 你再去帮我发10个 那一个人发10个就是N次方 就是他是一个无限 像那个我们讲的 像数字这样扩散出去的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 这个部分其实是有策略的 他向来就是说推陈出新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看到就是说 他们对新的议题的一个 所谓的攫取是非常快 像我们昨天节目才在讨论 那个洪永泰教授 台大政治局教授洪永泰 他做了一个分析 就是说 指标的城镇是这个土城 土城赢了 新北市就赢了 那过去是所谓的鹰哥 鹰哥被这个罗文家 跟这个周玉琴打破了 那现在就变成板桥跟这个土城 那蔡英文立刻哪来用 他说土城 你们就是我的章鱼哥们 就是他立刻把这个新的议题 把它用在他的这个上面 你就会有感同身受 就是你就有参与感 我们就是你的章鱼哥 对不对 那土城就差我们这一票了 而且他告诉你说 土城打成五五波 不像过去的那个版图论 他就用一个很简单的言言说 你们就在做就是我的章鱼哥 那最后最重要的就是选钱之业 看你落点在哪里 那朱立伦是落点在板桥 还是另外一个地方 那蔡英文就选择另外两个地方 所以就看到选钱之业 你怎么样吹票可能能够吹出来 那之前值得一提就是说 郝龙斌他有一个大阵上的 又花广告又预告很久的 就是走上街头那一次 那一次定位 我定位是失败的 是因为看到还是很冷的 这个场子 这一次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绿营的场子 他不论人多寡挤得满满的 他很热 然后蓝英的场子就算人多 但是他不热 这是一个现象 像过去赵岳康先生选这个 这个台北市长内议 你知道吗 那挤的真的挤不进去 那个热到说 感觉是万人空向的 媒体用直升机在空中盘圆去 那个大家估算是十万人 那个人数已经不重要 它展现是一个大地一生雷 那个歌一放 哇大家又在那个雨中 这样流算是一个室内啦 就是大家挤着进去 那不管天后如何耶 现在我们是蓝英是担心 哇太冷了 会不会怕下雨 所以的确是在这个选举 热度上面来讲 他有出现了一些紧绷 或是危机在那边 好 当然呢我们希望也是这一次呢 不管怎么样 投票率你说是多少啦 或者是谁赢谁输 再怎么样都希望是一次 干干净净的选举 目前选举是进入到倒数的时刻了 检调单位持续抓到了一些 会选的情况 那么您知道吗 其实在台湾曾经有人抓到 22件不法会选案件提供给检调 成为这个所谓的检举达人 而且获得了法务部上千万元的奖金 这个人是谁呢 他叫做王坤胜 这次五都台中市长候选人 胡志强与苏家全都找上了他 要他帮忙抓会选 现在我们就分发 我们的征收器材 抓鬼的器材 那个南宁组长来 这个是你的V8录影机 还有你的望影镜 我们的前置作业都到此 明天开始启动 我们的老鹰计划 呼叫呼叫 呼叫南宁 那个目标对象在前方50公尺 你们在用机车在一组监控他 我们在后面 选前气氛紧绷 中天记者南下中台湾 与抓会达人王坤胜登肩装脚 呼叫呼叫 天下回答呼叫 收到请回答 那个目标在你前面 你就在这边待在那边 顶住就好了 目标前面 注意对象 他那个汇款也没有交给他 一路上躲在车内 靠着无线电与抓会下线成员联络 王坤胜就是靠这个方法布线 这号人物自称王探长 过去情报官出身 退役之后开征信社 主公到对岸抓二奶 两千年总统大选投入抓会 十年来共抓到22件选举贿赂 法务部颁给他奖金一千万 此后有抓会达人称号 这回五都选战 蓝绿都向王坤胜招手 吴自强与苏嘉全都聘他担任抓会教官 买票的这个基础作为 他们现在已经在准备中了 那么有些装脚已经开始在做游击战 那么做一些测试买票的一些动作 那么我们现在发现有一些装脚 他们都是用零星的在市场公园 那么店家住户 还有利用民众乘跑活动的时间 来去这个做这个买票的 嘴上功夫人人会讲 他的真本事在哪里 这好几张照片 是王坤胜过去的战绩 此外他本人还播放一卷 会选非常光碟 全程黑画面只有声音对话 有个家族会给你要求要买的 有个算命 要求你的败钱 我就不败钱 我就会怎么败 我就怕 说我给你 看两只我就问你了 我到今天就听到 开火堂 大火堂用摄的 大火堂 全都没有人 没有人要摄你开的吗 那我不知道 那我再去买买买的 那这一家的地图 也会帮 就败 那这把他还不败 里头的内容是告诫 某位里长候选人 已经掌握会选证据 没想到劝说没用 对方还是买票被逮得正着 他们有些 有些候选会提供来 像这个 各区都有 还有 有对象 有名单 这些都是嘛 那我们都有 例如重点嘛 但是这是拍了的话就不要露出来 除了手上这好几张 宪明回报来的抓会线索外 王昆盛旗下还有女组员 负责到菜市场向婆婆妈妈都请资 我昨天去菜市场的时候 那个早后店的老板有在问 一个妈妈她们加油机票 时机敏感 中天电视贴身采访 想要直级不法会选情况 碍于法令 一切得由减调认定才算数 每回选举总是会生会影 投票进入倒数 买票伎俩有进化论 王昆盛透露 这回实在很难抓